可笑可悲可叹呀 这难道又是一例 就是解决不了问题 那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吗 看看这条新闻 说的就是这个新闻 说青岛啤酒内部人士称视频拍摄者已被警方控制 官方发出了新公告 说是什么呢 10月23日说青岛啤酒发布公告称 媒体关于青岛啤酒三产的相关公报 说已经封存了 下面呢这个是关于股票的市场的 股票市值也下跌了一些 但不是很多 后续主要是这个后续 说青岛啤酒后续风波 内部人士称视频拍摄者已被警方控制 这个原因来源就是10月20号 有青岛啤酒三场背包 有工人原料仓小便引发这个关注 这应该上了热搜的 这是青岛啤酒发表的一个公告 这是当时的一个视频拍摄的一个截图 是吧 就10月21日内部人士称 视频中的人员和视频拍摄者 今世外用工 该视频拍摄场里非 并非网上谣传的青岛啤酒原料仓库 而是一个露天公共场所 可能是某物流承认上的运输车辆 也有不少人说动机不纯 动机纯不纯咱也不知道啊 但是能干出这个事 挺让人挺奇怪的啊 他当时晚间又发了一个公告 说是公司高度重视 是吧 已经公安介入调查 而且已经说该批卖 已经封存公司什么加大力度 这是一个 他作为食品厂 厂区内有很多很多摄像头 而事发呢 有很多也有卫生间 说二十月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 上述内部人士说 拍摄视频拍摄者 与疑似小便的相关人员 在当天一被平度式公安局控制 这是一个人家当时透露一个情况 控制起来怎么办 也可能是了解情况 也可能是为了缩小风波吧 具体的咱也不能妄自揣测 不然也不能被打为谣言了 哎 这怎么说呢 我就说这个情况啊 这市场监管 当然各个情况也都下来了 像青岛啤酒 是国家的知名企业呀 我们也是经常喝青岛啤酒的 出现这事 你要说是了解情况 我能 我能觉得能理解 视频拍摄者 如果没有这个视频拍摄者 我们怎么能知道 还有这种情况呢 如果没发现的 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所以啊 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就觉得 挺不舒服的 感觉着到可笑可叹呀 把视频拍摄者控制了 当然你如果说报道的时候 你没有确定 学题的位置 那说说明你传谣 那不也很容易定性吧 不知道啊 希望咱们罢这个 也可能是调查情况 咱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吧 看看后续是怎样的情况 这种事件 简直是太恶劣了 对此您觉得呢 您怎么看